一根银针绣出村寨幸福生活 近年来 贵州凯里苗绣记忆 通过嫁接现代要素 实现在保护传统记忆的同时 助推当地乡村振兴 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 其中 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等 六项社保相关政策 明确了时间安排 气温转暖 新疆昌吉用非波撒紫的方式 播种牧草 加快修复天然退化草原的生态环境 为解决山多地少现状 打破土地制约瓶颈 这将在全国率先实践 拨地村镇建设试点 实现生态经济和绿色产业同步发展 各位好 这里是2021年3月29号播出的 中国三农报道 我是主持人郭嘉宁 今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赴贵州考察时指出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特色描袖既是传统又时尚 既是文化又是产业 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 而且能够推动乡村振兴 要把包括苗秀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 传承好 发展好 近年来 贵州凯里苗秀记忆 在不断提升产业化水平的同时 通过嫁接现代要素 苗秀记忆不仅得到了传承 苗秀制品也正走向世界 贵州省凯里市凯唐镇梅乡村 是全市第一批苗秀脱贫计划中的 五个苗寨之一 曾有贫困户55户240人 属于深度贫困村 近年来 梅乡村通过发展苗秀记忆 让村里40多名秀娘发挥所长 一根银针绣出了脱贫致富路 现在 当地苗秀 以从原来零散的家庭作坊式生产 向车间化 专业化合作社产业转变 我们乡村一切都是修娘 个个都会修 但是自己修自己餐 我觉得这个市修是有价值的 也可以花点钱的 都想起办法 带到村里面让他们配信机能提高 我们借购我们在家门口会有钱 所有六十二都放到空槽了 家门口就业让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绣娘行业 不仅让苗秀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也推动了苗秀产业更好的发展 近年来 苗秀项目带动村里绣娘 年均收入增加三千到上万元不等 近年我就起十二 我这十八岁我就修发了 这种也是一种手艺嘛 是上一辈老人传下来的手艺 如果是我们这一辈人的话 不去传承这种手艺的话 感觉好像要在我们这一辈的话 就要断送了 就没有了 近三年来 梅乡村累计接到企业订单一百余万元 苗秀作品销往全国各地 甚至远销国外 随着订单量不断增加 梅乡村合作社采取一代多的模式 将多余订单分发给周边的苗寨 带动周围村寨妇女共同增收致富 同时 当地还积极抢救 濒临失传的一些特殊苗秀针法 来保护和传承这一民族文化 目前 机绣还无法复制的一种针法 复制我们的老衣和创造我们的新衣 所以这个针法在我们寨子里面 我们已经完全地恢复这门记忆 陈琴说的针法叫双针绕线秀 是季刀村特有的针法 据了解 从2015年开始 凯里市先后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达成合作 推动凯里及周边地区苗秀发展 同时 与知名化妆品牌签订苗秀大单 在巴黎组织中国苗胸艺展 在上海举办中国苗秀展等 苗秀进一步嫁接现代要素 走向时尚和国际舞台 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 指明44项重点工作的分工责任 及完成实现 其中 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 放开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等 6项社保相关政策 明确了时间安排 我们来了解一下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意见要求 6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互联网平台经济 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岗位 同时 去雇主化 劳动关系灵活化的特征 也使得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 无法获得现行工商保险制度的保障 人社部此前表示 已初步形成了新就业形态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模式的思路 你从外卖 网约车 及时递送三类行业入手 明确具体的筹资方式 保障情形 待遇项目 以及对应的待遇标准等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 今年要推动放开 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意见明确 9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根据权威统计 全国已有2亿左右灵活就业人员 目前 大部分城市 已经放开对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的户籍限制 特别是省内城乡户籍限制 已基本取消 不过 仍有部分超大城市 要求必须拥有本地户籍 才能在就业地参保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 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分别再增加30元和5元 意见要求 此项工作5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按此计算 城乡居民医保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上调后 将达到每人每年580元 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40元 达到每人每年320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上调后 将达到每人每年79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到明年年底前 每个县至少要确定 一家定点医疗机构 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 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意见安排 这项工作 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份 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试运行 近期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 让很多消费者开始对国内食品价格 是否上行产生了担忧 商务部新发言人高峰日前表示 当前我国粮食供应整体充足 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6年 稳定在13000亿斤以上 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公斤 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 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粮食库存处于较高水平 小麦 稻谷等口粮品种 能够满足一年的消费需求 国内粮价大幅上涨的支撑条件 并不充分 目前 国内主要农产品生产形势稳定 生猪产能持续恢复 芹 蛋 蔬菜等 随着气温的回升 供应增加 总体来看 实用农产品价格难以大幅上涨 中国三农报道 聚焦三农热点 助力乡村振兴 浙江全省山地和丘陵面积 占到了70.4% 平原和盆地只占23.2% 是典型的山多地少地区 为了打破土地制约的瓶颈 近年来浙江省通过探索 生态坡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 在全国率先走出了一条 统筹 保耕地 互生态 促发展的低秋缓坡 开发利用的新路子 这两天 浙江湖州的西赛山旅游度假区 迎来了大量游客 景区客房一房难求 即将到来的清明和五一小长假期间 21家民宿的客房预定量 更是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在整个清明节小长假期间 跟五一期间 我们的客房预定量已经达到85%以上了 西赛山所在的湖州市庙西镇 有着天然氧巴之称 在十几年前 这里因为石矿开采 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 2005年 当地下决心关停矿山恢复环境 然而生态一天天变好 产业却没了支撑 当地的收入开始大幅下降 当时这种守着绿水青山难发展的尴尬 在浙江并不少见 寻找资源转化突破口迫在眉睫 浙江的人均耕地耕地总量比较少 但是山坡的资源比较丰富 我们大概可用于建设用地的资源 大概有200多万亩 所以土地的开发潜力比较大 空间也比较大 2015年浙江省推出坡地村镇试点政策 2018年又印发推动生态坡地村镇建设的若干意见 在严格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利用丰富的低丘缓坡资源优势 将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的山坡地块 作为城镇 农村 旅游观光 以及绿色产业建设用地 建设防在林中 园在山中的生态型村镇 庙溪镇成为浙江省首批坡地村镇建设试点 两三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它需要转换 转换就需要项目 项目就需要用地 那么这个用地怎么来解决 坡地村镇的用地政策 就是其中的一个途径 解决用地的瓶颈问题 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后 2020年 庙溪镇财政收入达到3.3亿元 全年接待游客145.8万人次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956元 同比增长9% 近年来 浙江全省先后分三批 核准实施坡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项目166个 建设用地10789亩 形成了坡地资源开发利用机制 促进了地方生态经济和绿色产业发展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革命老区的发展 近年来 革命老区福建省上航县古田镇 通过种植油菜花发展乡村旅游 带动了群众增收 眼下油菜花开正当时 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跟随直播镜头 记者来到红色圣地古田 古田会议会址前的油菜花花开正望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这里边赏花边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 这两年 上航县古田镇充分发挥 红色文化资源优势 不断拓展红色旅游 生态旅游 我们充分发挥红色古田和生态美化山的品牌 把农业种植与观光旅游充分地结合起来 然后美化了人居环境 也助推了我们乡村的发展 目前 古田的油菜花种植规模已达到上千亩 三月刚刚营业的古田油菜花欢乐谷 已经接待游客超过十万人次 成为上航线又一热门景点 带动了景区周边餐饮 住宿等经济发展 更为当地百姓就业创业提供了良好机遇 参与这次直播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 从外地回到我们的古田 然后来参与家乡的建设 从跟当地的旅游业者 包括当地居民的交流当中 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 位于西藏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 茶马古道边的千年盐田 海拔两千三百米 是滇藏旅游精品线路的近藏第一站 古岩田分布在蓝沧江两岸近五百米的狭长地带 这里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最原始的人工晒岩场地 也沿用着最古老的晒岩记忆 这段时间蓝沧江边的桃花开的阵望春意浓浓 离桃花谷不远处就是芒康严景古岩田 每年三四月桃花盛开的季节 卤水经过阳光与春风的滋养 凝结出一颗颗宛若桃花般的结晶岩 当地俗称桃花盐 这个季节正是盐产量最高 质量最佳 销量最好的季节 眼下村民们正忙着采集桃花盐 数千块盐田随着河谷山市 呈方格棋盘般整齐排列 层层叠叠 在蓝天白云的硬衬下 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炫木色块 2008年芒康严景千年盐田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现在当地供有盐田四千多块 从事制盐劳动的群众三百六十六户 每块盐田晒盐年收入约一千元 眼下新疆部分地区开始回暖 山区的积雪开始消融 位于新疆中部的昌吉州 马纳斯县采用了非波撒子的方式 对天然退化草原进行补波改良 加快修复草原的生态环境 这次非波撒子的主要区域 在新疆马纳斯县南部山区的高山草场 这里平均海拔一千三百米到一千五百米 植被覆盖率低 运输通行难度大 非波牧草作为一种先进的牧草种植方式 播种不受地形地貌的制约 作业速度快 范围广 成本相对低 在草原生态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我们的这个监测 设置监测点 平均这个就是我们实施完项目以后 植被的这个概度 平均能提高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 当地按照恢复生态用种优先 当地原生世生种优先的选种原则 将不同品种的牧草草籽掺在一起进行飞波 增加草原的生物多样性 这几种草的特性就是 适应性比较强 比较抗旱 对本地的这个一千三百到一千五百米 海拔对气候也比较适应 同时这个草质比较这个优良 生血比较喜欢吃 在这个溶血前的播种下去 它还有个好处就是 血液消融这个种子 就能和这个适用的地面接触 能促进种子的发芽力 成活率 马纳斯县从2016年开始利用飞波 实施天然草原 褪木还草 及生态修复工程 目前已经累计播种13.7万亩 28号由长江水产研究所提供的 2020尾中华巡 1000尾长江巡子二代 被增殖放流回归长江 这是自2012年 中华巡人工繁殖成功以来 荆州市在长江荆州段 开展的第九次中华巡 人工增殖放流 荆州也是个发源地 苗种 育苗 繁育 这是全国市最大的一个苗种供应 接下来我们要使人工繁育的这些种源 逐渐逐渐回归到自然 中华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但目前野外亲本仅有20多位 2017年以来 已连续4年未发生自然繁殖 这次放流的中华巡 形体大 数量多 将对拯救中华巡产生积极影响 正值春耕春种的农忙时节 一起去各地看看 这两天 浙江省渠州市渠江区的露天胶白苗 已有三四十公分高 正是书苗管理的最关键时期 胶农需要通过筛选 留下一百多颗胶白苗中最粗壮的20颗 确保胶白品质 当地的胶农们还采取大棚栽培 与露天栽培相结合的种植方式 让胶白错峰上市 这个大棚有一个好处 错改积极了以后 价格自然会好起来的 大概一万二左右 眼下正是早稻育秧的时间 这几天 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的重粮大户们 正忙着指导工人 通过流水线进行早稻育秧 经过装填机制 撒肿 附图等 自动化流水线作业 效率提高了不少 同时 育秧工厂还具备 控温 通风 保湿等作用 使秧苗免于遭受倒春寒 海上春耕正当时 眼下大连海域的裙带菜 进入了丰收的季节 一大早 辽宁省大连市 旅顺口区百兰子村村民们 就忙着驾船出海割菜 目前 旅顺口区裙带菜养殖面积近万亩 今年预计鲜菜产量7万吨左右 3月也是食用菌陆续上市的季节 在贵州省德江县的松茸基地里 农户们忙着采摘 修剪 打包 装车 近年来 人工培育的松茸 因物美价廉受到了市场青睐 目前 当地供培值松茸50多亩 每亩产量4000斤 预计产值可达到100万元 来关注农产品市场 在云南 年前 辣椒的价格普遍上涨 让人望辣止步 最近 随着辣椒的大量上市 当地市场辣椒价格已经出现回落 年前 云南的辣椒价格普遍上涨 青辣椒最高卖到每公斤20元 近期 随着天气转暖 辣椒大量上市 与之前两个月相比 辣椒是全线降价 青辣椒现在最低 已经降到每公斤5元 此外 小米辣价格降幅也大 下降接近7成 重庆茯苓榨菜估计很多朋友都熟悉 做榨菜的原料 就是当地盛产的青菜头 这两天 茯苓区青菜头收购刚刚结束 今年 青菜头的平均收购价 达到了每吨1250元 这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重庆茯苓区洪湖村的孙志明家 去年种下了14亩青菜头 今年立春后一开秤 他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尝到甜头的人 价格都高了 都已经买到鲁椒价格了 往年是三角到四角 今次都比往年了 都过了二角五分钟 2020年 茯苓以外的青菜头 种植区种植面积大幅减少 仅重庆其他区县就减少了4.4万亩 另外 青菜头种植大省浙江 受雨雪天气影响 产量又大幅下降 因此 茯苓青菜头的价格出现了上涨 今年 菜农圆如洪家15亩的青菜头 卖出了每吨1400元的高价 那天没了八千多元就已经九千块钱 我连续没了两天 两天没了完都可以 心里面高兴吧 肯定高兴吧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 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 各地尽显一派 勃勃生机 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份特别的出游地图 接下来就一起跟随镜头 去感受春天的买动 首先我们来到安徽社县石坛乡 这里的1500亩油菜花已进入圣花期 蜿蜒的昌原河两畔 起伏的山坡上 大片的油菜花 映衬着灰瓦白墙的灰派民居 仿佛一幅色彩明艳的山水画卷 接下来我们跟着镜头走进江苏无锡的源头主 这里山清水秀绽放的樱花与秀美的太湖风光 交相辉映映得格外动人 源头主的樱花谷还是一处樱花培植基地 目前这里共种植了68个品种的樱花 达到3万多株 在江苏宿迁的三台山加森林公园 一场离蓝香会正在上演 古离树上心知土蕊 空中俯瞰一片雪白 树下二月蓝紫色铺沉 蔓延无际 梨花花期短 这一场雪白和纯紫的香会只有十来天 大家不妨趁着春光打卡流影 保存春天的美好记忆 最后我们来到位于浙江台州的天台山大瀑布 瀑布总落差325米 最大宽度100米 眼下天台山大瀑布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樱花 桃花 紫金花点缀其间 水光山色环绕左右 春意盎然 扑面而来 马上就是清明小长假了 这两天来云南昆明旅游的外地游客 越来越多 这也直接拉动了昆明当地民宿和鲜花行业的消费 位于昆明滇池路的茶文化大观园的民宿 因为紧邻海耿公园和民族村 一直受到游客的惊赖 同时 很多游客都会选择去逛一逛 陡南花会市场 我们奔着这些花来的 这边应该比你们那边便宜很多 便宜多了 买青菜一样的 撑着 据了解 陡南花会市场的接待人次已超过10万 并且每天以12000到15000的人次递增 近日 在青海省戈尔木市 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高清活动影像 雪豹走到镜头前留下了一个大猫之吻 好像在说 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这是格尔木市郊首次发现雪豹的身影 也是青海首次在人口密集城市周边 记录到雪豹 近日 齐连山国家公园九泉分局的红外相机 拍摄到了柴群的活动画面 画面中 九只毛色棕红黑褐色尾巴的柴 在高山上悠闲地散步休憩 他们在红外相机前逗留了一个小时左右 才慢慢地离开 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此次拍摄到柴群 证实了在甘肃北部存有一定数量的柴种群 好 本期的中国三农报道就是这些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农业农村频道微信微博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节目最后 一起走进美丽的新疆 去看看我们新疆好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